来自台湾的9岁小朋友周巧琳 用稚嫩的笔法和名利的色彩 勾勒出一幅名为《美人鱼和他的好朋友》的画作 福州小学生林成玉则用心描绘出了家乡的戏剧艺术和老戏台 眼前的这些作品都是第八届荣台中小学生书画交流展上 两岸同学们的创作 8月13日 记者来到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实地采访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本届书画交流展以网络为平台 线上线下融合举办 记者看到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作为线下展示场所 共展出了205幅两岸特邀嘉宾作品 中小学生123等奖作品 既有童征浪漫的儿童话 也有水墨丹青的国画 还有行云流水的书法 题材丰富 亦才分成 看到了那个小孩子活跃的那个思维 更好地展现出来 在画中可以展现出来 来去看一下别人的作品 能更好地进一步地学习 两岸的作品 小朋友的作品 这个琳琳麻木 从他们的作品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两岸这样子 各自的风情 以及人物民属特色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希望这样子的活动 能够继续延续地这样子做下去 青青海峡 彩虹书画 荣台中小学生书画交流展 已走过七届 当天 书画交流展 也迎来了不少的观众 人群中 记者见到了福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美术组组长 郭维希 他正带着学生们观展 并仔细给孩子们 讲解着每一幅作品的特色 及创作技法 这一次台湾的学生的作品 也评出了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他们的作品也非常的有意思 很有生活的情趣 搭建了两岸青少年交流的桥梁 而且也给孩子们一个相互学习 相互的交流一个平台 来自福州的十岁男孩郭展旭 创作了一幅名为敏都珍宝的国画作品 获得了福州国画小学乙祖一等奖 当天 他也在画展的现场 认真观看着其他小伙伴们的作品 这是一个我们艺术交流的机会 这样也可以促进我们画画水平的提高 所以我想把我们福建的这个特产 推广给台湾的小朋友 本届书画交流展 共征集到一万多幅书画作品 经专家评选处获奖作品369幅 精心编印成册 其中台湾获奖作品130幅 包含台北 新北 南投 嘉义等十个台湾县市中小学生的佳作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两岸小朋友们用眼 用手 用心把美好的情感和祝愿 无拘无束地呈现出来 一幅幅作品印证着两岸学子的纯真友谊 主办方也希望通过书画这个平台 进一步增进两岸青少年的了解 在我画的作品中 人们穿梭衣 戴斗笠 想表达两岸同根的信念 感觉他们画得比我更好 我决定以后画画的时候 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参考他们的作品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儿童画作品当中 看到很多在台湾的生活 那我们的孩子当中 也可以看到我们福州孩子的生活 那么这种文化的这种交流 其实对我们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 的意义很大 帮助也特别的大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 文化交流活动 让孩子和孩子之间有更多的互动 然后互相的理解 然后认识对方 第八届荣台中小学生 书画交流展 由福州市政协 福州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牵头 共青团福州市委 福州市教育局 福州市台盟 台湾新北市艺术教育生根协会 台湾南投县投园化会等 荣台两地民间协会 及有关部门合作举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